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早上六点就起床在厨房忙碌 读高中的女儿的早餐已经备好摆在餐桌上 带走的午饭正在准备 这时候女儿起床对妈妈咆哮道 你在干嘛 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都是你 要迟到了 女人同样以咆哮回敬 你搞清楚 老娘叫了你一百遍 是你自己赖着不起来的好吗 老娘六点就起床给你做早餐 你吼什么吼 第二个情节 女儿已经摔能而去 女人继续在厨房忙碌 家里的座机电话铃响了 光着膀子斜躺在沙发上 看报纸的老公喊了一嗓子 电话 接电话 老公走到阳台上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发现洗衣机出了故障 他又喊了一嗓子 喂 洗衣机不转了 老公把脑袋探进厨房 大概是要看什么时候有饭吃 灶上煮的汤正在往外冒 他再次扯开嗓子大喊 赶紧 汤出来了 女人同样以大嗓门回敬 我是你的妻子 不是你的女仆 叫什么叫 喊什么喊 不知道伸手帮忙吗 第三个情节 晚上下班回来的女人 又第一时间扎进厨房 做了女儿最爱吃的大虾 但是直到半夜十二点 女儿才回家 女人站起来很急切地说 赶紧 今天吃虾 女儿冷冷一去 我吃过了 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房间 砰一声 关了门 女人在门外发飙 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半夜三军才回家 不回家吃饭 你不晓得提前说一声啊 害我弄那么多 等那么久 画面一转 原来这三个情节 都只有一半是真的 女儿和老公说的话 做的事都是真的 而女人理直气壮的回敬 都是她自己的内心话 真实的情况是 早上面对女儿的责难 她连小声的辩解都没有 而是像祈求一样 劝女儿多吃点早餐再出门 上午面对丈夫的命令 她手忙脚乱接电话 检查洗衣机 端汤锅 连难看的脸色 愤怒的眼神都没有 晚上面对女儿的冷漠 她只是叹了口气 默默地收拾了锅碗瓢盆 这样的情节 是不是特别熟悉啊 身为一个女人 刚生下来的那一刻 就被这个世界赋予了 温柔 包容 善解人意的期待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又扮演了 越来越多的角色 女儿 妻子 母亲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好父母 讨好丈夫 讨好子女 我们唯独忘了讨好自己 老话说 生活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谁还没个情绪呢 然而 在面对自己的情绪时 是狠一点大声宣泄出来 还是忍一忍 稀释宁人 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的女人 都像前面提到的日本女人 心里想狠一点 但实际行动 却选择了 忍一忍 我有一个闺蜜 从小学习成绩不错 人也长得漂亮 用很俗气的眼光来评价 就是条件很好 应该能找个好人家 一直以来 追求她的人 确实也不少 只是因为她还有两个哥哥 家里经济不宽裕 父母就想 先娶儿媳妇 她的婚事 则被一再地耽搁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 眼看过了 大家眼中的试婚年龄 又过了试运年龄 就匆匆忙忙 找了个人 吵吵架了 架的人其他方面还算好 就是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 进了家门 臭架子摆得 跟皇帝老子一样 经常横七竖八地 往沙发上一躺 邀五贺六地 下达各种指令 媳妇 给我倒杯水来 媳妇 削个苹果给我 媳妇 地怎么这么脏 媳妇 我的袜子 怎么还没洗啊 我闺蜜自己也要上班 同样早出晚归 白天累一累 晚上回家第一时间 往厨房跑 她在灶台边 忙得晕头转向 老公拿双筷子 做餐桌旁边等 炒好一盘菜 老公就自顾自地 吃了起来 等闺蜜把菜炒完 老公已经差不多 酒足饭饱 桌上只剩下 残汤剩饭 如果有菜不喝口味 老公还要严厉地批评 虽然闺蜜时常觉得委屈 但也只和我们私下抱怨 从来不对自己的老公 表达这种情绪 我们劝她 别灌坏了老公 不说自己要被宠成公主 女王 但也不能把她 灌成大爷吧 她总是说 唉 算了 她其实对我挺好的 就是有些大男子主义 说了也只会吵架 还不如就这样 过个太平日子呢 很多女人 总是一忍再忍 就是因为 总有那么些不成文 没有道理的经验 告诉她们 忍一忍风平浪静 日子总得过下去 我就不明白了 如果非得要有人 忍一忍日子 才能过下去 凭什么就不能是男人呢 用一句老套的话来说 大清早亡了 居然还有这种 大男子主义的人 能讨到老婆 真是大自然进化的失败 这个闺蜜 不仅自己信奉 这一套经验 还用她来劝说别人 我们有个朋友 在婚姻中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不过她的麻烦 主要是婆媳关系 闺蜜就用这一套理论 去劝她 你就忍一忍吧 好好过日子 比什么都重要 你别太任性了 你现在和以前不同 你是妻子 是儿媳妇 还是一个母亲 不能像以前一样 任意妄为 你要为他们着想 忍忍吧 你总是得理不让人 让别人怎么看你啊 人总要学会成熟 这是修养 搞得这个朋友觉得 他根本没办法 理解自己的委屈和感受 差点就和他绝交 是的 我们总是觉得 自己要做一个 有修养的人 而这种修养 敦促我们 做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好儿媳妇 但这种修养 就是没有说 让你做一个 更好的自己 与其说这是修养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 对自己的忽略 麻痹 敷衍 是自我催眠 为自己懦弱找的借口 得理还必须让人 没理的倒应该 理直气壮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种没底线的讨好 别人 委屈自己的修养 女人不仅拿来 束缚自己 也拿来劝慰其他女人 全世界的已婚女人 都是同行 都就毁在 这种修养上 她叫风琼 出生在一个特别重男 轻女的家庭 刚开始日子过得 马马虎虎 但是等她两个 弟弟出生以后 就基本成了家里 可有可无的一个人 六岁那年 又对夫妇 没有子女 父母让她认了 干爹干妈 从此就差不多 跟着干爹干妈生活 虽然干爹干妈 对她比亲生父母要好 但和原来 在亲生父母身边一样 她从来没有找到过 家的感觉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她习惯了满脸堆笑 有委屈往肚子里吞 中转毕业 到一个小公司上班 面对陌生人 她更是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 一句话说错了 一件事做不对 就让别人不高兴 她本来内想 但总是勉强自己 在大家面前 装得活泼开朗 说一些并不好笑的笑话 显得略微尴尬和突兀 她本来已经和朋友约好 周末要出去玩 但同事来找她 顶替加班 她毫不犹豫地接受 别人欺负她 自己本来满腹委屈 但她还要装出 傻傻的笑容 显得宽容又大方 时间久了 她压在心里的委屈 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重得让她喘不过气来 终于有一天 她崩溃了 在自己的出租屋里 吃下了一把安眠药 她在遗书中写道 我走了 离开了这个 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 其实我的世界里 也只有别人 没有我 可惜 她在生命的最后 也没有想起来 要为自己而活 依然在讨好别人 对不起大家 我的父母 干爹干妈 关心我的朋友和同事们 希望我的选择 没有给你们带来困扰 不习惯表达 自己情绪的人 会越来越多的 负面情绪 积压在自己的心里 独自一个人 默默地承受 他们会被别人 贴上一个标签 好人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标签里 夸奖的成分并不多 甚至带着一丝怜悯 要不然 很多恋人分手的时候 总不忘安慰别人 你是个好人呢 久而久之 他们会变得不堪重负 然后崩溃 甚至做出极端的选择 酿成悲剧 隔壁的罗阿姨不到60岁 刚退休几年 她这辈子过得 像很多文学作品里 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妻子 伟大的女儿的合体 从小温顺听话 从来没有让父母操心 就连嫁人也是完全遵照父母的意思 嫁人后又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自己一边工作 一边像大爷一样服侍老公 像少爷一样伺候儿子 像主子一样侍奉公婆 可惜 刚退休不久 就检查出了癌症 躺在病床上 她终于可以休息了 她没有恐惧 没有遗憾 只有解脱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 她诉说自己这一生的委屈 丈夫儿子听完以后 嫉妒哽咽 但是他们说出了意思 同样的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罗阿姨的一生就这样走过了 一辈子的委屈和牺牲 换来了这样一句话 是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很多时候 你忍受着百般的委屈 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但你感动了自己 别人未必能够感知 一味的牺牲和付出 别人会当成一种习惯 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你自己的存在感 就会越来越低 放下屠刀 可以立地成佛 但是如果你一直是个佛 一旦拿起屠刀 就要下地狱 可能是因为大家 对好人的期望值 比对坏人要高吧 所以好人做一辈子的好事 做一件坏事 就成了坏人 被人攻击谩骂 而坏人做了一辈子的坏事 做一件好事 就会让所有的人 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味讨好别人 失去自我的人 容易给别人形成 这种过高的期望值 当有一天你回过头来 发现自己的生活 一团糟 想拥有自己生活的时候 立马就会引起反弹 别人会指指点点 没想到 他平时装的人五人六的 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别人会像智者一样感慨 真是日久见人心啊 别人会像魏道夫一样骂你 如果你从来没有表达过 自己的情绪 别人会自觉以为 你是个没有情绪的人 然后欺负你 压榨你 还不允许你反抗 那样他们会觉得 你是个叛徒 除非从一开始 你就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 他们也会习惯 回到开篇说的那个短篇 他所想象的 也是我们想象的 是想做而没做到的 他所做的 也是我们经常选择的 但是这个问题 真的无解吗 并不是 我们必须要学会 好好表达自己的情绪 除了咆哮 邪思底里 争吵 除了委屈 忍气吞声 懦弱 还有第三种选择 好好表达你的情绪 这是我们爱自己 尊重自己的开始 要好好表达自己的情绪 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认知自己的情绪 学会把自己 剥离出来 站在一旁 像个旁观者一样 对自己的情绪 进行审视和分析 比如问自己 这样几个问题 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样 只要确定自己 不是无理取闹 就完全可以将 自己的情绪 表达出来 这并不是让你 做一个刺猬 逮谁都渣 也不是让你 做个火药桶 一点就着 而是在冷静分析之后 好好地表达 自己的情绪 这不仅不会 让别人反感 还会赢得 别人的尊重 接纳自己 明确自己的界限 很多人选择了隐忍 其实是出于 一片好心 他们爱自己的丈夫 爱自己的父母 爱自己的子女 很有可能 他们也爱着你 但是爱一旦 没有边界 就会成为一种侵犯 一种伤害 而且是内伤 不容易痊愈 每个人 毕竟都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 你不能去侵犯 别人的领地 别人也不能 侵犯你的空间 就算我是为了你好 也不行 这个时候 你就要明确 自己的边界 私人领地 非请没入 这不是让你封闭 而是成为一个 独立 完整的人 只有这样 你才能真正拥有 自己的生活 这是今晚和大家 共同分享到的一篇文章 从今天起 做一个没休养的女人 读完以后 你有怎样的感想 也欢迎大家 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赞留言 更多美文 也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 观众号 我是主播林静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也欢迎大家 关注我的微信 晚听经典 感谢各位深夜的陪伴 也祝你每一晚好梦 过去从三千千都还过得去 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 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雨滴 还不至于回不去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欲情 谁的伤心能不留太记 谁的意见钟情不可顾铭心 谁能忍心不忍命 你的嘴角微微氧气 你用微笑间接我的微电影 偶尔惹了我自己 偶尔难眠还想你 偶尔情事多云 偶尔有正义 我的沙发微微氧气 不让泪滴出演我的微电影 你是微寻的香气 你是微妙的香气 你是微弯带续当局折的谜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欲情 谁的伤心能不留太记 谁的意见钟情不可顾铭心 谁能忍心不忍命 你的嘴角微微氧气 你用微笑间接我的微电影 偶尔惹了我自己 偶尔难眠还想你 偶尔情事多云 偶尔有正义 我的沙发微微氧气 不让泪滴出演我的微电影 你是微寻的香气 你是微妙的夏季 你是微弯带续当局折的谜 你是微弯带续当局折的谜 我的沙发微微氧气 不让泪滴出演我的微电影 你是微寻的香气 你是微妙的夏季 你是微弯带续当局折的谜 谁的意见钟情不可顾铭心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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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